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 在老鼠社会里能不能产生阶级啊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今天呢 跟大家聊一个长久以来 一直被严重低估的老鼠实验 老鼠阶级实验 老鼠阶级实验 是美国耶鲁大学人际关系学院 在1939年设计的 一个关于动物行为学的实验 实验的初始目的啊 并不是想研究老鼠有没有阶层 但是实验的结果 却让研究人员大吃一惊 看来阶级这种属性啊 广泛的存在于群居性的动物之中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实验 是怎样设计的 研究人员先把一只老鼠 关在了箱子里 箱子里有一个拉杆装置 当老鼠触碰到拉杆之后 下面的石草里 就会掉出一棵很小的树梁 这段视频拍摄于1939年 时代比较早 画质呢又很差 所以看不太明白 我们再拿一段同样是 耶鲁大学做的老鼠实验视频 来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在这一段视频里啊 大家就能很清楚的看到 老鼠箱里的小拉杆 当老鼠触动拉杆后呢 大家就能够看到一粒很小的树梁 掉出来 老鼠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 它在触动拉杆几次之后 就知道可以得到鼠梁 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因是触动拉杆 果是得到鼠梁 于是呢 也就形成了一个奖励机制 为了确定所有参与实验的老鼠 都是正常的 实验人员还做了其他的实验 比如啊 当给笼子底部通电的时候 老鼠只要去转转轮 就能停止通电 实验人员还很贴心的告诉大家 这种程度的通电 老鼠只会感到肌肉震颤 而不会感到疼痛 随后啊 又给两只老鼠同时通电 当两只老鼠做出要打架的动作时 就会停止通电 几次以后 老鼠们就找到了规律 每次通电 它们就会做出撕打的动作 然后呢 得到奖赏 奖品很可怜 就是停止通电 这种实验 称为动物的应激反应测试 是指动物身体 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后 产生的一系列正常的应答反应 要特别指出 这一段老鼠被电的视频呢 是1948年做的实验 但是在1939年的实验中 也对老鼠啊 做过类似的实验 这是为了确保 参与实验的老鼠 都是正常老鼠 它们的应激反应 都是一致的 都能够懂得 触发 回馈 所带来的奖赏机制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 实验数据的准确性 现在我们了解了 参与实验的老鼠 智商是一样的 身体健康程度是一样的 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出生 生长的环境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老鼠们不存在年龄 与出身的差别 它们就像是一个家庭里的三胞胎啊 站在同样的鼠生起跑线上 实验人员给这三只老鼠标号为 一二三 可以看到 在它们背上 用黑点点上了标记 随后 实验人员改变老鼠箱的设置 这一回啊 拉杆与食物槽不在一起了 而是在老鼠箱的两侧 老鼠压动拉杆以后 要跑到箱子的另一侧 才会得到食物 它们的工作量 比以前大了 但是三只老鼠 全都很快的 了解了新的触动 回馈机制 准备工作就绪了 下面进入实验 把三只老鼠 放到一个箱子里进行观察 第一天 三只老鼠都拼命的去压拉杆 然后跑到箱子的另一侧 去寻找鼠粮 但是实验人员 只是偶尔通过拉杆装置 给它们一点点鼠粮 这么做 是为了让老鼠存有希望 认为拉杆与食物 是有相关性的 在90分钟之后 第一天的实验结束 第二天 实验人员 依然把三只老鼠放在一起 它们又开始去压拉杆 但是仍然只能得到 一点点的鼠粮 三只老鼠忙活了半天 得到的鼠粮 只够塞牙缝 90分钟之后 第二天的实验结束了 第三天 已经快饿扁的老鼠们 怒气冲冲 互相也不友善 它们开始做出了 攻击拉杆的动作 所有的老鼠都非常沮丧 此时 实验人员调整了拉杆 变成每次出动 都会放出数量 三号老鼠 首先发现拉杆 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于是三号老鼠 开始努力地工作 但是它得到的食物很少 因为一号和二号老鼠 恰好在食物槽的边上 它们突然发现食物出现了 于是立刻就吃了起来 当三号跑过来 准备吃的时候 往往食物已经没有了 所以三号只能再次跑回到拉杆的边上 继续触动拉杆 就是分钟过去了 三号基本没吃上两口 它的辛勤工作 全部被一号二号吃掉了 一号二号变得不饿了 而三号依然机场碌碌 实验结束 第四天开始了 饿得不行的三号 一进入箱子就开始努力工作 他一遍一遍地跑去拉杆 而一号和二号很自然地 等在食槽的边上 三号的劳动成果一出现 一号二号就吃掉了 三号每次回来基本都没得吃 但是他很饿呀 他只能再次回到拉杆的位置去劳动 90分钟的实验结束后 实验人员做出了统计 三号总共触动拉杆1156次 平均每三四秒钟就触动一次 而他几乎没吃到什么东西 一号一共去触动了两次 而二号则一次也没有去触动过拉杆 三号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劳动者 而一号二号则变成了 不劳而获的白石阶层 实验人员得出结论 四天之后老鼠的阶级产生了 实验人员对这种结果感到新奇 于是他们又找到了别的老鼠 重复这个实验 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三只老鼠里总会有一只成为劳动者 而另外两只变成不劳而获的白石者 这个实验的主导者非常有名 他叫霍巴特·莫瑞尔 他在1954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莫瑞尔只是冷静地做了一个老鼠阶级试验 并给出老鼠阶级产生的结果 但是他没有对实验结果进行更进一步的阐释 所以接下来的分析仅出于我对于这个实验的理解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实验的三只老鼠都是聪明健康的 年龄差不多大 生活条件也一样 大体上三只老鼠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号老鼠变成了劳动者 而另外两只老鼠变成了白石者呢 分化就在于第三天的实验 一个偶然的机会 三号老鼠触动了正常化的拉杆 另外两只老鼠恰好在食物槽的边上 他们吃下了鼠粮 三号只好继续工作 但是鼠粮大部分被进水楼台的一号二号吃了 所以在第三天结束 三号依然是饥饿的 到了第四天 三号因为饥饿更加没得选择 他不可能像一号二号一样悠闲 他只能拼命去工作 一号二号则自如的等待在食槽的旁边 沦为彻底的白吃党 老鼠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 看来一切只是随机产生的一种偶然性 命运这只无形的手操纵了一切 当实验人员恢复正常供应时 命运恰好选定三号在拉杆的附近 当三号触动拉杆的那一刻起 他的悲催就正式开始了 他越努力越悲惨 一步一步走向更加悲惨的命运 老鼠阶级实验在第四天以后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的思考并没有结束 三号的最终命运会是什么呢 我想无非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三号越来越虚弱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更加无力与一号二号抗争 最终他会饿死在拉杆的边上 而第二种情况是三号好歹能吃上一点 虽然吃不饱但也饿不死 从此一辈子沦为一号二号的大公仔 多么有趣的实验呢 这让我想起秦丞相李斯的故事 李斯出身贫苦人家 藏在他家里的老鼠也跟着没得吃 又瘦又小 见人吓得要死 而李斯管理的公家粮仓里 老鼠又大又肥 因为粮食是公家的 所以也没人打老鼠 老鼠见了人都不逃跑 于是李斯感慨道 老鼠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的只是人生的机缘而已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有思索的故事 欢迎订阅老明讲科普 咱们下期节目再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